跟着小鸡大毛看冬奥 大家好 我是大毛 今天的冬奥探营 我们来到了首钢滑雪大跳台 这里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赛区内第一个完工的新建场馆 也是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 将承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 滑雪大跳台的比赛项目 在冬奥会期间将会有四块金牌 在这里产生 首钢滑雪大跳台 位于首钢老工业园北区 由周边原有老厂房和工业构筑物 修缮改造而成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风貌 既能满足冬奥会比赛 转播观众服务等功能 又实现了工业遗存 自然风光与现代奥运的完美结合 它的设计融入了我国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敦煌壁画当中飞天的元素 飞天的含义和大跳台项目的英文 Big Air都有在空中翻腾飞翔的意思 而飞天飘带的曲线 和大跳台的曲线又十分的契合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造型 十分的流畅优美 而它的外观呢 采用这种渐变的颜色 从蓝到黄一共有24种 那么它里面到底长啥样 赛道有多长有多宽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去看看 哇 这里就是滑雪大跳台的最高点 到时候运动员就会从这里 一冲而下开启它们的这场速度与激情的冒险之旅 大跳台由赛道 裁判塔和看台区域三部分组成 赛道长164米 最宽处34米 最高点60米 分为助滑区 起跳台 着陆坡和终点区域四个部分 在比赛时运动员会从最高处急速下滑 通过跳台起跳 然后在空中进行高空空翻 回转等技术动作 试想一下通过我身后这个看台来观看这样一场竞技比赛 那一定是冬季里一项最刺激的体验 赛道的设计采用了创新的可变扑面 在斜台区用大约1100个模块搭积木 使赛道区面发生改变 实现了单板滑雪大条台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赛道的快速切换 并且可根据转换需求反复多次搭建 通过对赛起跳区的一个角度的转换 来能进行一个相互两个比赛的一个衔接转换 高度啊 然后从上到下的宽度啊 以及坡度都严格执行的国际标准 所以能让所有的运动员到这来之后 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水平 目前首钢滑雪大条台已启动造雪工作 预计明年1月中下旬完成造雪 冬奥会后这里将成为全球首个 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条台场馆 可以作为专业的比赛和训练场馆 继续服务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二是作为大众休闲娱乐场所面向公众开放 第三个呢就是作为咱们冬奥的文化遗产 那么面向海外游客开放 同时呢 欢迎大家在场馆设施呢 具备举办大型活动和演出的条件